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 大家可能都蛮注意 但可能都会忽略一些事情 那这件事情现在发生了 也就 怎么说呢 给大家敲了一个警钟 对 咱们主要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咱们也不是个新闻戏文体性节目 是吧 我们也没办法 现在也没办法太了解 也没有一手的资料 当然我们可以也认识一些他们剧组里的人 但具体你现在法律 尤其你比较了解 就从法律角度上 案情没有出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具体说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可以提醒一下 或者是涉猎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同学们在拍片子过程当中 有哪些问题 有哪些潜在 应该注意的东西 提前要注意什么东西 像我 洛克斯 我简单介绍一下 洛克斯的话 他是 你看 是在本科学什么 哦 本科也是学电影的 本科在国内学电影 然后在查普曼学电影制片 对对对 然后又到Nava又进修了 刚来的时候是在Nava 先去Nava 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我其实刚去查普曼 哦 OK 那个在我家拍片 2018年 对对对 那时候是给Nava拍的嘛 对对对 是一个学妹的作品 我以为你那时候就是已经学了几年了 然后接着现在继续学法律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就是特别全面的一个路线 而且特别 我觉得是特别需要的一件事 特别需要 哪怕你不学 你也要去对这些方面去做些学习 关键是我们现在这边的 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些独立电影人也好 或者是学校的学生也好 可能学的专业知识比较多 但是在法律这方面的意识有没有这么强 甚至去咱们说吧 找谁去问 这个事情 对吧 你有的时候咱是说就不太那个什么的话 你真的去找美国人去问 他没有这么个途径 他找美国人去问 有时候一知半解的 因为法律也有很多专业的东西 我觉得关键还是得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个制片角度来说 你得全面做得细 你要想得到 关键是制片他知不知道这块涉及到法律问题 这都是个问题 有经验的制片当然是会知道 对吧 但是如果就是像我们就比如说这次吧 当然我们不说这次的原因或者理由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就像这次情况 他制片有没有想到 我哪方面是有可能涉及到法律方面的事情的 我这个咱们现在不知道 但实际上是应该有这个意思 是的 没错 因为就刚好像您二位之前说的 不管我们是学生的设置组 还是说好莱坞大大小的设置组 其实大家都知道 好莱坞的流程它是非常公开透明的 它这套体系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 从前期的准备项目的开发 然后到项目的拍摄 然后到后期整套流程 无论是你小到学生剧组 还是大到我们大所谓的大的studio的大型制作 它这个流程是一样的 那我们从头到这来说一下的话 那么在前期准备的时候 我们任何的剧组 像我觉得大家应该听过很多 就是学校的剧组都有很多所谓的green line 然后学校的green line 但其实这个green line是在大的studio里面 也是存在的 说白了给大studio其实他就说 你OK可以拍了 给你有proval给你资源 相当于一个许可 给你拨款了 就是你准备可以开始筹办了 那么这个green line的过程中 说白了就是除了剧本开发以外 就是看你的整个剧组准备好了没有 那么我们所谓说这个准备是全方位的 不止说人员的准备 比如说演员阵容 你的所有的团队 更多的是涉及到你的paperware 就是你所有的许可证 拍摄许可证 所做的一些文件合同 有没有都整理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般做green line 学校里可能是专门是green line是老师 那么大的studio 他可能有专门的supervisor去管这个东西 那过green line的时候 就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次拍摄 涉及到要去到外地 那么人涉及到人员住宿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的演员里面 这个人他不是工会的成员 那如果有工会的呢 那工会的规矩又不一样 对吧 这个我们都能套上 对就要有更详细的人去专门负责这一块 然后文件层层层 包括工会他之所以要求这么高 也是对自己演员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无论是安全还是出于职业层面的考量 那么在这个green line的审核中 其实他前期是很有必要 就避免了很多潜在的危险的发生 对 因为比如说他从源头上就可以掐住 比如说我们有拍摄车辆 或者说假如说我们要去外地沙漠 海边拍摄 对 那么你在申请电影许可证的时候 在当地的film LA也好 或者当地的电影办公室 他会有很多的要求 他会比如说你要告诉我 你要拍什么 你这故事里发生了什么 对 故事里有几个人 你有剧组多少成员 你们有没有用到各种特殊的载具 那比如说车辆 直升机乱七八糟的船 船只 有没有用到 对特殊的载具 那么你用到这个载具后 有没有专门的人去管理这件事情 首先有没有专门的人开 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不太 就在好莱坞来说 是不太允许就是演员直接去开车 因为这个涉及到危险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cheat一下 或者用绿幕也好 或者说在前面 就是卡拉车 他不会是真的去在公路上行驶的 这个风险比较高 在这么层层的把控下 他就会问得很清楚 因为你如果这些东西 都不让他得到满意的答复的话 说白了也是个安全的考察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给你这个电影许可证 当地的电影政府 尤其是你比如说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沙漠 比如说森林 还涉及到比如说fire department 所以他整个电影办公室 他要涉及到很多东西 如果是不是国家公园 消防 然后你的拍摄是不是许可 然后甚至说 你是否有一些 所谓的neurity裸系 这些都是要提前报备的 你要拍什么要告诉我们 甚至比较说他觉得你的 可能荒郊野外 咱们有电力支持 我们比如说会带发电机去 你的发电机是多大 你的功率是多大 那消防部门需不需要介入 如果需要介入 他要派几个人去那里 就是保证这个安全 因为他现场要检查 这个就是为什么电影许可证 它存在的意义 因为我相信往回导 也没有那么规矩的时候 大家可能也是随便拍 对 还有个问题就是 你想 我说实话也听说过 说是经历过 有很多时候 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会很麻烦 可能也许通不过 或者说是你的条件不满足 那我就瞒爆了 比如说我就 本来有这个戏的 我就说没这个戏 是 那这种的话 常不常见 有多或多的是什么 说实话 在学生剧组 和一些好莱坞的 independent独立电影里面 非常常见 就是主要还是 成本和时间的安排 好不容易凑齐了人 有了这些钱 如果拖了很长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们拍摄多一天 就是一天的budget 对 所以这就存在了隐患 我是这么理解 我是这么理解 就是刚才你说的 这些所有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 它就是一个规范性 它要求你这么做的原因 并不是说因为 你不这么做就会出事 但是问题是说 以前因为有这么做 不这么做出事的 这种状况 或者是有这种隐患的情况下 那我统一的这么严格要求 就会形成一个 非常严格的体系 没错 那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不遵守 这个我觉得是 对我们电影的人 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如果这个 这套体系完整的话 比如说像我亲身经历的 像我们拍片子 有时候会这样的 就是说用枪 用枪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年轻电影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这些年轻电影 会这样的 我好不容易拿到钱了 我要拍东西的时候 我有一种 一个是 我有一种冲动 要拍好东西出来 它会 甚至有时候会冒一点险 因为我要cover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可能也是一个经验问题 就是说 它在冲的时候 它会 它会忘了很多 忽略了很多 它应该顾及的东西 没错 可能就割到一边去了 甚至可能说 你这个事情 可能跟电影本身还没有关系 但是 又一脑 你脑子一直在想电影 可能很多东西 你就会忽略掉 这就是为什么 它每个部门 有专门 对 那这样就会出现隐患 是的 是吧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还是 如果你是想 作为一个成熟电影 往这条路 一点一点走的话 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去 遵守每一个步骤 这个形成一个好的习惯 没错 应该来说是 当然 应该要 当然你说 尽量是要严格的 但是你说 我们册电影 我们都知道 有的时候真的是 你解决不了怎么办 你不能就 整个组就停在那 这个就是 这个又还得倒回到前面 如果你前期 准备的很仓促 你会越逼越急 你最后就会 就会忽略这些 没错 就不是忽略了 你就说 哎呀算了 这个这个不行了 甚至你就不能等 咱上 是 但是你在前期 你比如说制片 你肯定会给大家一个时间 对 我没有这么多时间 没有办法往下进行 所以我前期准备 我必须得有三个月 另外一个 我就说 如果我们从学生时期 或者拍学生作品时期 你就能够养成这么一个 良好的习惯的话 什么习惯的话 那么你在到具体的 实施过程当中 你有时候有可能会 我不得不跳过这个环节 但是你跳过的时候 你会知道我要提前预备 什么东西 对 这样的话可能就 这点就是经验嘛 我们所谓的经验 或者是一些 隐患意识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点 对我们同学在拍片的时候 我觉得是真的是 真的要多注意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 你看像 你看这个又发生在我们 这个那么近的距离 就是又是学生 又是中国人 是吧 对 然后还有就去年 就是那个 那个事情 那个包裸的那个事情 对 其实是说实话 发生这种事情 还是比较少 但是你这发生了 你才会 我们在 在上面 我们不是专门 对的这件事情 对 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 比如说打我来讲吧 我基本上跟拍摄现场 我的工作跟拍摄现场 是没有关系的 我是一个编剧 但其实我作为编剧 我有时候在脑子 就平常我跟片子 没有关系 我在脑子里想剧本的时候 开车有时候都会 很危险的一下 对不对 这个其实跟你 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 跟你拍摄完全没有关系了 所以你的脑 因为人的这个脑子工作 它是要有专注性的 所以这些东西的专注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经验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经验 对对 我觉得就像您二位刚刚说的 就制片人 他的职责所在 就是当我们遇到 非常有创作语和表达欲的 我们的电影 当然了 每个人都有创作语和表达欲 尤其是好不容易 OK 终于 所有一切准备就绪了 终于咱要拍了 非常激动和兴奋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 和有经验的制片人来说 关键时刻 你是需要踩下刹车 和泼下凉水的 对对对 不是对什么事情 都要说yes 因为你整个 你要负责整个剧组 你要控制 你光不光保障的是你自己 是整个 除了整个剧组运作之外 更重要 更重要的事情 是大家所有人的安全 对 就是所有 包括这在前期 就像哈利哥说的 在前期准备的时候 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也比较建议 制片人要参与到 这个剧组的创作 和筹备当中 尽早的进入到 这样的话 比如说在很多沟通当中 比如说我经历过很多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 可不可行 或者可不可行 分两种 一种就是 是不是我们八指场 是不是允许 如果不允许的话 咱尽早想第二个方案替代 那个就是安全 这样的风险大不大 对有个备案 对 另外我有一个小的 这个想法或者建议 还不一定成熟 因为我跟哈利 我们参加过一些剧组 我们会发现 有这么一件事 如果你的剧组里 有一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人 比如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在里面 其实我们不是做这片的 我们可能会顺带提醒 这件事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小心一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 如果我们现在同学们要做 这个也是我们 我们之后要做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上一期的节目 讲过这个 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的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们每个学生的剧组里头 有一个稍微有经验一点的人 即使不是制片 能够给提一些 做一些这种提醒 可能很多事情会避免发生 这个当然 那现在比如说你就拿学生片来说吧 他做这些整个规范的过程中 老师其实就是一个这个角色 没错 他有这些经验 但是问题是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多一些资源 但要相互的去那个 比如说你找 还有就是你找制片也很重要 对 比如说摊方便 或者摊便宜 什么的 你找一个 就没有经验的 或者说去法 而且现在很多同学的那个作品 是自己同学就搭 搭班 但那个没办法 都是同样的 他也是他的一个课 对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那他的经验其实是对的 对 没错 还是要看 就是说你 如果你把你放在制片这个角度 你就得去想这个问题 但如果你再不行 你问上面 问老师 对吧 你再去查资料 对 主动的去寻找办法 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思 当然你就是 你就是 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没有这个意思的话 那如果你去族里 我就是说 有一个稍微经验丰富一点的人 在那看 可能都 其实制片有很多东西 它都跟生活是有些相关 我们不是说生活制片 国内有这种想法 就生活制片 但我们不是说生活制片 对 以后啊 那个你就来一个就是 就是镇住整个厂的那个 给你来个定位 我是门口蹲内 需要安全保证 我讲一下我之前 我不过也做过制片吗 做过几个片 那说实话 我现在想起来 也是发现很多 也是发现很多 因为当时我会站在导演和 就出钱这方 我会想到 怎么帮你省钱 尽可能的实现和省钱 对对对 省钱 然后自己就把很多东西 安全因素就压低了 是 要不然我自己去把这个责任 给再担着 那说实话 这都不是正规的 对 就不合规了 因为你 你觉得你能承担 但事实上你没法承担 没错 对吧 你还是得按 按这个规矩来做 没错 我记得上回 我们不说哪个片 我记得上回就是有一个片的 里面有个 其实那个事件 还倒不是很大了 有一个场景 就是可能有一点冲突 就会冲接有个小伙子 把牙给磕破 是拍戏不小心磕破 就是拍戏 然后这个过程中 不管把牙给磕破 实际上这个事情 如果要是真的 那个小伙子也挺好的 人也挺好的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安全因 没错 没错 任何在剧组上 咱们都不希望 就是出现各样的 就是你说说我的这种伤病 或者各种各样的意外 因为制片的另一个工作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 把安全强调的这么好 那就是在最大程度上的 省钱和提高效率 这也是省钱 对 每个人把这个意识提好 我们就是非常顺滑的 把整个作品完成 非常安全的 这就是保守 是保量 没错 关键是 你一旦出点什么问题的话 那你这个 在那 那个成本就不是说 你能cover掉的东西 是的 你如果片拍到一半 出了一点事情 哪怕是因为小事情 引发的就更加可惜 所以我就觉得 Lukas选择的这个方向 当然我不知道你将来的方向 是想做制片 还是制片方向的律师 我不太清楚 就是娱乐方向律师 不太清楚 但是起码我觉得 你现在是选择这个方向 非常的 叫怎么 需求性非常高 而且非常的明智 而且很多人是需要这种 建议学制片的 都去抱抱这个课 或者是说 也可以咨询一下 Lukas 对 因为我们制片 好多制片的课程里面 它有一些法律 对对对 但没有那么深 对会起敌一些 但是到专业这种程度的话 那还是要问一下 这种专业的法律支持 是的 如果有人问你 你愿意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吗 当然 对 虽然还没有那么专业 要敲中收 大家也是分享 对 对 未必 可能你学的多一些 你分享的东西 我可能从来没听过 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华人圈里 就是华人电影圈里 有这么样一个人才储备在这的话 我们将来会有很多 还有我碰到好多制片 学制片的学生 他之前在做制片之前 他也有好多提前 本来就是学市场 或者是什么 也有学法律的 那样也特别好 就是你制片确实 他需要的支持面 特别广 对 制片来讲 我觉得制片实际上是 应该是一个 我们这么讲 我觉得制片 应该是一个 海纳百川的人 他应该对这整个电影的把控 可能太重要 更宏观 应该是更宏观 绝对是宏观 他应该了解各方面的知识 包括发行 因为他其实他宏观之外 剩下的很多戏的 其实应该是每个部门去执行 没错 对吧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规定下来提醒到了 或者发到了大家 那你得每个人去做 甚至我是听说是这样的 我在美国这边 我是听说 首先剪辑权是在制片手里边的 剪接权 那看制片 对 其实也分了 就是你比如说 如果跟到后期的时候 发行 对 或者发行导演 他都会来跟这个 对 然后 然后 制片人确实话的权比较大 因为 因为他要保证这个 投入的钱 没错 所以怎么减它会比较 对 包括市场走向 甚至是一开始这种 这种对本质的选择 或者走向 开发 开发 对 没错 所以制片这个行业 既然他的权力这么大 那他的 责任就更大 对 所以我觉得制片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 终身学习的过程 就是你永远都不会停止 对 因为总会有新的事情进来 就是越老越之前 对 总会有新的电影 或者新的拍摄方式进来 你都得掌握 就我认识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老师有介绍过一些 非常好莱坞一线 优秀的制片人 倒不是推崇大家这样做 但是他就是 非常勤奋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制片 他是把所有事情 不是说让你我要拼命 我每天不睡觉 我要干活怎么样 他是安排的非常合理 非常对 就像您说的 非常聪明 你看像那个制片 我简单 简单稍微聊一下 他的这个每天的schedule 他大概是四点半起床 早上四点半起床 然后五点半左右 他已经遛完狗和运动完了 跑完步了 可能他跑过去遛狗 然后差不多六点左右的时候 他已经早餐做好了 然后就可以送孩子上学 因为他说这是我仅有的时间 能跟孩子相处 不然的话 我没有时间跟我的孩子相处了 然后就一天的工作 然后中午可能午休息了 但是他晚上睡觉非常早 他就说可能八点半九点 就上床没有工作的时候 有工作需要陪 比如说有客户 那吃饭也进来安排 尽量十点之前就能结束 他一般的时间是这样 他睡眠也很充足 六七个小时 是说明这个人 他这个很有规律 能够自律 那他在做事情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一般来想象 电影制作 它是一个属于一个创作家 艺术创作家 对 艺术是 艺术东西本来就比较自由 那可能会更自由 更恶性 更恶性 那吃饭本身的角色呢 他又要有艺术的鉴赏力 同时又要有很严格的自我管理 和管理事务的能力 没错 这个就可以说是一个 难度更高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对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那个就具体的 还是得每个部门 大家去实行嘛 我说一下这点 我觉得蛮重要 就是因为 可能你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人 每一个组 onsight的组员 你都有责任 没错 对吧 比如说你发现 这个线很乱 你可能不用你去捡 但你提醒相关的部门 没错 这个就是 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觉得就好像就是 比如说这个车 怎么是你开啊 是吧 那我提一下 我说是不是有没有 是不是要专业的人开 没错 你提一下 我觉得甚至你可以比较 我觉得要学一下 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这种 就大家都有问责 这种精神 是是是 你不要以为 我是一个PA 我没什么权利 是吧 我就听话做事 但是你发现问题 这可能也就 也帮助了整个 没错 那我想问的是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会 当然我刚才说 就是这个作为制片来讲 它会 有两方面的冲突 一方面需要理性化的思考 另外一方面需要这个 对艺术创作的这种热情 对 那会不会在这做这行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更偏向某一面 这有可能 我觉得是有可能 就是它更偏向于理性的一方面 而压制这个创作的热情 也不一定了 也不一定了 我觉得就是 虽然是做制片 那它制片的身份再往前倒 它也是电影人 就它内心还是有它想表达欲的地方和方向 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喜欢文艺片 像我我就很喜欢文艺片 很喜欢社会边缘人士这种作品 但是我甚至就是自己 目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非常全面的把它们展现出来 我可能是很片面 是我现在对他们的理解 但这样的话就其实不是很公正 因为你毕竟是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假如说有这样的导演出来 那我非常愿意负责这样的导演 但是就是还是分各种各样的方向 你看性格和你 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 都可能会有变化 但最重要还是那个所谓的不忘初心 或者说你有个梦想 我有个目标 所以我们也不要对这个制片有太多的偏见 制片也是属于 也是属于有创作热情的一群电影人 不是完全的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就我讲外行 就是内行的话 那当然知道制片人的那个 就是他的职责和他的作用 那外行的话 更多的并不是说什么偏见 他是不太了解 他不知道制片人做什么 他也不是外行 我讲的分两个 不是说外行 因为这么说吧 就是说每个地方的电影环境不一样 他这个制片人的职责也都不一样 那当然 你比如说在国内 基本上导演干的是制片的活 制片的基本上 在中国就有酒的活 兼制或出品 所以他每个地方的电影环境不一样 商务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内行万华的问题 我觉得这次呢 大家对 尤其对这个制片的理解啊 就是他的责任啊 甚至对法律方面的一些一些 将来希望能了解的事 我们能有一个渠道 这个挺好的 而且将来如果我们有这个 要我们要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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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组织的话 希望能够有你这样的专业人士在里面 一些好的建议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力量会更更强大 对 因为要丰富起来 真的是 我们我们我们这还在在什么 因为我们是不失希望做一些 呃 所谓的就是说把一些社会名流起来 做一个做一个很很风光的 或者很有影响力的组织 做一些比较实在 我们就是想做就想帮独立电影人拍片子 我们能做什么 是 就想做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希望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 这个电影人能够 嗯 他们去来运作这个东西 对对对 是 所以呃 特别感谢卢卡斯 今天聊的也是 让我们能够领会到一个 广短的20分钟左右 我觉得聊的还应该 主要是你现在这个身份 所以我今天找你也是非常 对 希望能够常来 我们有更多的 我们下回找都开始讲讲 他所制的片和 他制片的过程 可以可以 这个 谢谢哈嘞哥 对对对 我很感谢你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就来再一次提醒一下 就说还是得各个方面都考虑 就按照按照规定来做吧 认真一步步来做 这样的话保证安全 最后呃 做这好的作品 我们以后尽快更新 多多丰富内容 希望我们聊的东西能帮到年轻的电影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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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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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